我是趙康 歡迎來到TVS 趙康戰警示 專門向台北來賓 趙怡翔議員 吳晨成委員 尹乃金小姐 葉原主委員 劉采薇議員 曾憲穎議員 台北市今天晚上會進入十級暴風全好 現在風應該已經很大了 下午開始我看雨就慢慢大 早上還好 這個開米移動速度變慢很討厭 趕快走 趕快走 變慢在那邊徘徊最討厭 對台北市會協 恐怕像2015年的蘇迪勒 蘇迪勒當時台北新北重創 轉強台原來是青台 後來變中台 現在變強台 氣象鼠不排除滯流跟向南打轉 所以宜蘭花蓮都要小心 滯流就這邊受到地形的影響 汽流的影響等等 雨勢會非常猛烈 內政部提醒要準備三天的糧食 昨天那些超市什麼的 滿滿的都搶購一空了 我就想說就不過兩三天 大家好像都遇到那種 世紀末一樣去搶購 那種心裡面搶得一塌糊塗 好 那麼希望大家都平安了 另外拜登退選以後 賀錦麗第一場演說 他說川普是掠奪者跟騙子 掠奪者欺負女性 我當檢查花那麼久 壞人看多了 這就是個壞蛋 川普願意有34個罪名 被認為是有罪了 大搖擺州造勢 他說要到白宮要經過威斯康辛 因為威斯康辛 就是他們之前的共和黨舉辦 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地方 那個地方的重工業原來很發達 很多機械 產業等等等等 很多大的製造商 我年輕的時候 在貿易公司服務 代理很多美國廠商 很多總部隊在Milwaukee Milwaukee他有去了 因為共和黨先辦活動 他民主黨也去了 他說因為是搖擺州 要通過Milwaukee才能到白宮 7個搖擺州 其他的州都不必管了 弄來弄去也沒什麼大用 因為美國選舉人制度 你贏我1000萬票跟贏我1票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搖擺州就很關鍵 川普說來編 來編論 你不要以為 你會變得比拜登好來 路透車的民調 說賀經理有44% 川普44%贏 不過現在民調都在這邊膠著 另外他的網路戰力 好像比原來想的強大 共和黨而且不是笑他笑 笑他笑得像個巫婆一樣 什麼東西 所以他的雙視率越高 反而高了 不到三天吸了82億捐款 所以他這個募款的能力 看起來也不錯了 說他現在要錢有錢 要員有人 另外他民主黨的黨代表 已經表態了 表態的超過一半黨代表 所以他一定會獲得提名 那誰會當他的副手 肯塔基州的州長 納斯卡拉娜州長 歐里套納的參議員 還有佩斯菲尼亞的州長 三個州長一個參議員 我們看一下 總統總統 你覺得怎麼樣 三度確診新冠後解割出歸 美國總統拜登邊比讚 手上還拿著口罩 也沒有走近和媒體說話 回到白宮也有點冷清 因為副手賀錦麗 已經開始選戰造勢 因為我們是一個 民主黨的競爭 那你會知道 我們會成為民主黨的主席 賀錦麗第一站 來到上個禮拜 才剛主辦共和黨大會的 密爾瓦基 明顯就是來嗆瞎的 而從他的演說 也看到了接下來 會怎麼面對川普 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攻擊川普是聯邦認證重罪犯 詐欺又滿口謊話 還欺負女性 再來也批川普陣營 只會活在過去 We are focused on the future The other focused on the past Building up the middle class 這將會是我的總統的目標 強調未來願景 放大中產階級 把民主黨執政下 最為民眾詬病的 經濟高通膨 反轉成政策關鍵字 連番操作之下 讓賀錦麗民調有起色 The Reuters Ipsos poll shows No clear leader in the Trump Harris matchup There's this campaign pollster for Trump predicting That Harris is gonna There's the honeymoon for Harris 換拜之前賀錦麗是小叔 現在是稍微有勝算 而民主黨內傳出是推動換拜的 參眾兩院領袖 也出面相挺 另外賀錦麗的名字諧音 也被網友發現和台語 Ho經利很像 笑稱她是來收拾殘局的終結者 他昨天演講 大概就打中產階級 希望製造一個增加中產階級 那是穩定的力量 另外就是說 川普如果到白宮去 會剝奪你們的墮胎權 這對美國婦女很重要 墮胎是我自己人生的自由 我這生育的自由 怎麼被你拿走 等等 因為共產黨之前大法官來解釋 有各州決定 美國很多州很保守 所以很多州就很麻煩 對婦女就很生氣 來 請你們看 這個賀錦麗 所以因為他在很有效的 把民主黨整個完全是 原先是處在這種 川普遭遇到槍擊的這種震撼 以及拜登如果執意參選的 這種失敗主義的氛圍 戲劇性的扭轉過來 所以拜登一退選 他在募款上面得到的數字 還有他狂打電話 很快就橫掃了民主黨的代表 一舉就超過了被提名的門檻 1900多票 他就已經有2000多票 所以這個聲勢 我覺得非常的鼓舞了 民主黨的士氣 使得賀錦麗在這一場的選戰中 從原先必輸無疑了 會慘敗 現在看起來有贏的機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賀錦麗 她其實這也很妙 她原本對於美國的 大部分的選民來講 美國的民眾來講 她不是一個讓大家太熟知的 一個副總統 然後媒體所塑造她的形象 也都是比較冷冷的 然後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面 是很笨拙的 然後在處理邊境的問題上面 是一塌糊塗的 可是現在當她有效的把民主黨 從一個慘敗的氣氛中 轉變成是一個可以一拚 甚至於有勝選希望的時候 好像她做什麼事情都對了 而且特別是她在第一場的 這個造勢演說裡面的表現 我覺得大大的加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在於是說 這個選舉現在就是一個標題 就是一個命名這個很重要 你去決定議題 你決定戰場 你決定你怎麼去帶領 大家的這個認知 像她現在 像剛才趙先生提到的 這個川普的墮胎的這個問題 他們現在賀錦麗的這個團隊 就把這個川普加了一個 他就是川普墮胎禁令 所以說所有的不甘 我們女性對於身體的這種自主權 被川普剝奪的女性 不管你的膚色 不管你是你的年紀 你都應該靠 你都應該站到賀錦麗這邊來去幫助 賀錦麗贏得這場大選 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就在於是說 她的出現也可以對於拜登在過去 在過去的深陷於以哈戰爭的 這個泥鬧裡面 他可以帶來一個有效的一個隔離 和一個轉移 怎麼講 因為我們知道納坦雅胡 就在美國 國會演講 對 進行訪問 而且他要在美國國會演講 納坦雅胡 他是繼丘吉爾之後 在美國國會演講最多次數的人 可是他這一次 在美國國會遭遇到 政壇遭遇到一個 前所未有的冷淡的對待 這Politico這樣子的網站的報導裡面 還用了一個很諷刺的一個標題 是納坦雅胡 誰 納坦雅胡 你誰 就是說美國一方面 他的所有的新聞的熱頭 都被川普還有賀錦麗的目光 給吸引走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納坦雅胡他遲遲的不願意 達成一個停戰的協議 然後在加薩走廊上的 那種屠殺式的這種作為 他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已經是幾乎就是拖垮了 拜登的選舉 可是賀錦麗做了一個 很正確的選擇 他以一個行程衝突的理由 他沒有要去主持 納坦雅胡的演講 所以使得他在這個議題上面 或許可以去減低大半部分的 這場戰爭帶給拜登的殺傷力 因為原先什麼阿拉伯裔什麼 都不要投 都不投給拜登 因為美國副總統是參院 的議長 民意上的議長 來 孫晨你是輔選專家 你們輔選這麼多年 你怎麼看 純粹從選戰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賀錦麗改變了一個節奏感 改變了一個選戰 焦灼已經演了兩個老人 搞了一整年 沒有戲碼 沒有新鮮感了 然後這時候我覺得 就選舉來講 後面創造性話題 我覺得這點對他是有利的 第二點是他沒有拜登的包袱 拜登這個不管過去用什麼 特別是那個槍擊案 這個如果不轉移的話 一直會深陷在 一直追查變成319槍擊案那種 那個 反正他不用負這個責任 第三個我覺得 現在整個對美國來講 在搞的一個 特別對民主黨來講 現在大家求的一個是安心 以賀錦麗來講 我覺得他的條件 你說覺得 雖然不是一個強人 但是滿符合現在的心態的一個 就是他有當了四年的副總統 所以事實上也是滿適合的 就是說這時候 然後再來他是檢察官 檢察官通常不太會 通常傑森字號 不太會有 對判的是有什麼致命的一些 一些醜聞 那以檢察官做這麼久 應該是這一點 這一點對他都是有利的 所以看起來 換了這張牌應該是 是會士氣大正 來 議長 當然今天台北也會有 這個暴風雨 可能全國都會有 事實上美國政壇在暴風雨 大概已經歷經三四天左右了 其實賀錦麗進入這場選戰之後 當然這個民主黨的提 這個大家預判為平民人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是這樣 選舉當然是鈔票 選票 但其實還有氣勢 你氣勢要有 你氣勢沒有的話 你很難打下去 我覺得那個 我剛剛其實聽這個委員提到 我覺得賀錦麗確實 他完全改變了美國選戰 尤其是民主黨這部分 的氣勢跟節奏 因為民主黨這場選戰 其實說實來 現在最重點 其實不是民主黨本身是川普 你支持川普你就投共同 你反對川普你就投民主黨 但很多人即便如此 但因為拜登他的年紀大 說話可能口才已經開始有一點 沒有辦法去滿足多數 美國人認為自己總統 該有的一些條件 所以因此投不下去 但賀錦麗加入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 可是他我投得下去 所以我就說 這一次你看民調 我覺得民調最清楚 從拜登退選之前 七個搖擺州全數都輸 全數都輸 美國是要270張 所謂的全國的這個選務票 這個才能獲勝 民主黨的基本盤203 共和黨基本盤219 全部都缺這個搖擺州的選票 因為加州一定投民主黨 德州基本上一定投共和黨 所以中間幾週 七週過去全輸 現在我看最新的民調 大概是平平 現在還太早 還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平平 但再來 民主黨過去幾個禮拜來 全部已經分裂了 包括已經有幾十位議員 出來說我支持 要台灣調這個拜登 其他人說我挺拜登 挺到底等等 但我覺得賀錦麗出來之後 目前州長一律百分之百 民主黨的州全部力挺 96%參議員 我很好奇說哪一位參議員沒有挺 結果是因為他已經被判刑了 極上辭職 就紐約西州的Bob Menendez 再來大概 眾議院的議員大概是93% 所以你看整個民主黨 也團結起來 我覺得最後現在大家的 關鍵點是什麼 在觀察他到底副手人選誰 他原本自己是副手人選 現在要選新的副手人選 滿有趣的 因為民主黨有三個州長 都是在共和黨 而且是深紅 深紅就共和黨顏色 在州裡面當州長 包括這肯德基 包括這個北卡 還有這個亞利桑那 所以現在就傳出說 他可能會選比較中間派 所謂這個民主黨 可以跟共和黨合作的 這部分的一些州長 來擔任他的副手 因為他自己是來自加州 加州在美國人眼中是深藍 深藍就是深民主黨這一派 所以要做一個平衡 確實美國選擇還有三個多月 可能接下來還有很多 值得觀察跟變化 所以我們就繼續觀察下去吧 看一下 可以 看見 我們在一起 看見 然後 留下 照片 要 這個 是 感谢观看